通过本期视频 你将来得到怎样通过以下步骤 将一张平淡无气的照片 变为日本动漫风格 1.基本调节 2.抠图换背景 3.风格化调节 内容极度简单易懂 PS0基础的小伙伴也能轻易听懂哦 Hello大家好 我是狗狗狗狗大叔 一个野生摄影师 在看视频之前 能不能帮我尝一下你这个大拇指 一键三连哦 你的支持对大叔来说非常重要 万分感谢 上一期视频 我答应你们点赞超过100 就在这期视频发照片 你们准备好了吗 闪亮灯场 当当当 不好意思啊 这时候小时候 不是这个放错了 再来一次 闪亮灯场 当当当当 觉得帅吗 觉得帅的话 要不点个赞呗 或者发个弹幕表示一下 我暗示一下 比如发大叔好帅啥的 暗示啊 就是暗示 看在你们觉得大叔这么帅的份上 点赞超过100 10万分的时候 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你们可以将你们的愿望 发在评论或者弹幕里 OK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今天的正题吧 怎样将一张平淡的图 调整为日本动漫风格 和上一期一样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调色思路 首先看到画面的亮度和细节部分 调节之后画面更亮 所以曝光应该有小幅增加 再看到画面的细节 除去风格化模糊掉的部分 就画面本身而言 其细节应该是比原图更多的 并且画面基本没有黑色的部分 所以阴影和黑色色阶 应该有所提升 另外就是调节后画面明显更加的显现 所以饱和度应该有所提升 第二就是看到画面中的天空变了 这也是最具动漫感的一步 那就是需要换一个动漫世界里的天空 再者就是天空之中有一个镜头光绿 这也是星海城比较惯用的手法 我们考虑后期做风格的时候加上去 最后就是画面的细节笔触 看到画面的细节 调节过后就像是画上去的一样 这也是需要我们在风格化里重新调整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思路 一 通过曝光 高光 阴影 白色和黑色的调节 使画面更加的明亮轻快 二 提升画面整体的饱和度 三 更换一个好看的动漫天空 并且加上镜头光绿 四 将画面细节笔触 转变为绘画笔触 有了完整的调节思路呢 我们现在就来实战一下 一 基本调节 这里我们需要用到PS的Camera Raw滤镜 在这里我想说一下 在PS里 滤镜这个概念和手机APP里自带的滤镜 有一些不同 手机APP里的滤镜 一般来说可以协助照片一次成型 但是在PS里却不行 PS里的滤镜更多的是一个辅助工具 很难做到一次成型 而这个Camera Raw听上去不是人话 其实它的确不是什么人话 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我们进到界面里去看一下 打开Camera Raw滤镜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调节白平衡 色温色调 也就是波辣修图里的色彩面板 至于曝光 对比度等等这一块 则是对应了波辣修图里的光效面板 下面则是去物 调节饱和度等等 这个界面基本囊括了 波辣修图的四个面板流 至于其他界面 则是一些其他功能 比如曲线 锐化 HSL调节 分离色调 也就是色调调节 这些功能大同小异 今天我们主要用的是第一个面板 解释一下 我之所以一直在和波辣修图对比 不是说我在恰饭 而是前几期视频调色 我用的是波辣修图这个软件 但是我忘记说了 不好意思 打开基本面板 我们按照刚才的思路增加一些曝光 为了保留细节呢 我们再增加一些阴影和黑色的数值 为了我们的天空中的云好去除 我们可以适当提升一些白色数值 并且压低一些高光 做完这个 我们最后再增加一些自然饱和度和饱和度 就可以了 Camera Raw的调节就到这里 2.抠图换背景 抠图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这里就讲一个最简单 也是新手最容易掌握的方法 那就是魔棒工具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魔棒工具 魔棒工具 就是选择画面中类似颜色 并且建立选区的工具 举个例子 我们在工具箱选择魔棒工具之后 点选画面中的蓝色部分 这小片区域的大部分蓝色 就被选择出来 这种建立选区的方法 主要适用于画面中有大面积相同颜色的情况下 比如我们这一篇天的颜色 都差不多是白色 我们就可以用魔棒工具点一下 我们的天空就选出来了 选中天空之后 我们按下键盘上的Deleter 删除这片天空 现在我们就将房子扣了出来 现在天空扣好了 我们就将准备好的天空导进来 并且将天空的涂层 放在房子的涂层下 这偷天换日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咱风格化调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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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滤镜库 艺术效果 绘画涂抹 画笔数值较小 锐化程度失踪 其次添加镜头光运 进入滤镜 渲染 镜头光运 选择电影镜头 调节光运位置 调节亮度大小 好了 日本动漫图暂时就做到这里 如果你没有做好的图可以发到我的邮箱 或者发到动态里 爱错了 我整理过后会将优秀的作品分享出来 需要练习素材呢可以关注评论区里的课代表 联系他会将素材发给你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关注国小小的大叔 另外关于摄影 你们如果有什么想看的东西 可以发在弹幕或者评论上让我看到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是不是该点赞投币收藏三连意思一下呢 如果你觉得大叔的视频有帮助到你 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我是大叔 真实免费的倡导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